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现在! 杨子的桃花眼,还有那位美帝大学时期照片。 随着娱乐圈的繁荣,演艺圈中的明星们也成为许多人热议的话题。 作为新近女演员,杨子的演艺事业风头正进,但在她迅猛的崛起背后,也面临着不少质疑和批评。 然而,在近期有人透露她大学时期的照片,却让许多人大未惊喜。 她的眼睛非常明亮迷人,是桃花眼的代表之一,而且和现在相比,几乎没什么变化。 作为新近演员,杨子的演技和演出受到了不少人的肯定和欣赏。 但近期,有一些网友却将她贴上了仆女的标签,称她在外貌上相对普通。 这种抨击似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外貌毕竟是熟优熟烈的评价。 并且整容也不是评价一个人演技和演出的标准。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据分析,其中一个原因是杨子在娱乐圈中的崛起太过迅猛,引起了很多人关注和讨论。 而人们常常对成功者持怀疑态度,将他们的成就归因于某种外在因素。 另一个原因则是网络暴力和流言蜚语的传播。 这些攻击和指责不仅反映了society社会。 终审美标准的扭曲和错误,也导致了杨子作为女演员和公众人物的质疑。 近期有消息人士透露,杨子在大学时期曾经拥有一双独特的桃花眼。 极具吸引力,相信有不少观众和粉丝想要异度他当年的风采。 而查询公开的资料显示,杨子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是该校2009级表演系的学生。 不少网友赞叹,杨子大学时期的照片中,他不仅有一双迷人的桃花眼。 还有一张很有亲和力的面孔。 相比现在,他的眼睛更加明亮、纯净。 是那样灵动、吸引。 事实上,这也印证了他一直以来坚称没有整容的说法。 尽管杨子大学时期的照片已经证明他一直拥有迷人的面貌和个性。 但仍有不少人对他的整容和外貌提出质疑。 有些人甚至到了恶意重伤和攻击的地步。 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网络言论的基本规范和道德规范。 也会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和困扰。 我们应该建立起尊重他人、理性评价的文化和社会氛围。 无论是媒体还是观众都应该更加注重人们的内在品质和才华, 而不是过度关注外貌和整容。 相关部门也应该采取措施,加强网络言论管理和监管。 最后,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树立起理性评价、尊重他人的意识。 抵制网络暴力和流言蜚语的传播,营造一个文明有理、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综上所述,作为新进演艺圈的人物,杨子面对各种偏见和攻击。 需要更多人的支持和关注。 杨子大学时期的照片也显示了他在外貌何个性等方面都具有出色的素质和天赋, 他在整个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强。 因此,我们应该用理性和尊重来面对一切问题。 共同营造一个健康阳光、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共同营造一个健康阳光、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健康阳光、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